Hello, 大家好, 我是Brandon Moe Bar 話說前陣子, 我上網看到一篇傳統的媒體報道 他列出了有12樣現在已經吃不到的港式點心 剛好我走過太子, 見到有一間餐廳有賣其中一款 而這隻橙汁卷其實我小時候沒吃過 類似這東西我只吃過芝麻卷 餐廳的價錢都不算貴, 14 元就有兩卷 事不宜遲, 立即和大家一齊出發 希望大家可以在看片之前訂閱 Moe Bar 的頻道 多謝大家支持 首先就看看Open Ride 這間餐廳叫做點心中師, 新開了沒多久 他們的評分只有五個, 還要哭多個笑 試一下是不是真的會中伏 去的方法就可以搭地鐵去到太子站的E出口出 沿著彌敦道直走到長沙環道 走一個街口左右就見到點心中師 旁邊是一間馬會 如果大家看街景的話, 過了時代冰室就會見到 餐廳的座位都不算太多, 大概是30個座位左右 都是正正常常, 這些二人桌組合而成 我一坐下, 適應就問我喝什麼茶 我當然就喝我最喜歡的普里 普里茶它就用了一個透明的茶壺 中間壓住了一個茶包 不過這個茶包浸了好一段時間才出味 是極之一般的, 完全沒有舊的味道 好過喝清水少少 坐下了馬上看一看點心紙 原來價錢就不算特別便宜 簡直是有點想起身走人的感覺 因為這些價錢是貼近毛巴上班的尖沙咀王區 燒賣蝦餃, 十八元兩粒, 三十二元四件 粉果牛肉球就十五六元, 但一龍只有兩件 有一款流沙餡的包叫做天真的小豬 也挺搞笑的, 也有比較少見的橙汁卷 一場來到啊, 都試一試到底是不是真的餓苦藏龍 由於將點心紙告訴我 所有東西是即叫即蒸的, 所以需要等一會 不用蒸的橙汁卷, 適應就很快拿了給我 這兩條價值十四元 毛巴小時候整天吃芝麻卷 即是好像菲林那一條 但沒有吃過橙汁卷, 對我來說是比較新穎 橙汁卷就整條都是螢光橙色的, 夾起來都好像芝麻卷 味道就不算好人工, 質感都頗彈牙 但就不算是很有咬口, 煙煙韌韌的種 由於天氣實在太熱, 吃這一條凍凍的, 好像啫喱的橙汁卷 都算頗舒服的 酥炸百花蘿蔔糕, 價值二十二元, 只有一件 一來到的時候, 我還以為是蝦多士 因為上面那一層是蝦膠來的 不過下面那一層就不是麵包, 而是蘿蔔糕 兩樣東西一起炸到脆薄薄, 就很香口 相比起麵包, 用蘿蔔糕的口感就更加豐富 我就叫了兩隻天真的小豬, 二十二元, 他們的樣子都頗可愛 正所謂眼細細就沒有弊藝, 正常的一個奶黃包大小 餐牌寫著會流心, 所以大家吃的時候就要小心一點 還有不知為何我每次吃流心的包, 還要整隻小豬 餡料就類似是奶黃包, 有一點起沙, 應該是加了鹹蛋黃的味道 雖然毛巴經常自己一個人吃飯, 不過幾十歲人都很容易自得其樂 看一隻小豬多可愛 其實撇除了它是一隻豬仔的樣子之外 只不過是一個很普通很普通的鹹蛋黃奶黃包 蒜香蝦春卷, 二十四元就有兩條 用了一個比較小的籃子裝著, 因為平時去喝茶 一份點心應該有三條春卷 這樣就沒那麼覺眼, 但就這樣看都炸得很好 裡面的顏色分佈都頗漂亮, 起碼我見到有些綠色的菜 紅蘿蔔, 還有紅蘿蔔 不油膩之餘, 就算我放了一段時間, 都還是很脆, 很香口 最後一種點心就是數次花菇湯餃, 價值三十六元 即是類似平時酒樓點心的灌湯餃 花菇雖然小小粒, 但都算挺厚肉 質感和香味都不錯 一打開湯餃, 就立即見到有很多冬瓜蓉 爽口的竹生, 還有一些菇菌類 還有一些白白色, 好像麵條的東西 不過我單獨就這樣吃它, 它是入口即溶的, 完全沒有質感 整碗東西就這樣混在湯, 是夠了味 正正常常咯, 不過不失的 還有我一路吃, 都原來是誤會了它 一開始我以為那些麵條就是數次了 吃到底才發現有幾條晶瑩剔透的癡 到最後埋單就需要收茶戒五元一位 吃了五個點心, 除了湯餃之外 其他都是十幾二十元就有交易 還不用加一服務費, 埋單價是123元 雖然整體感覺就不算很特別, 很驚為天人 但它們的蝦春卷炸得都頗有質素 蝦膠蘿蔔糕也是一個頗出色的配搭 而傳統的橙汁卷可能因為我沒有任何疑事回憶的關係 我都覺得是正正常常, 好像普通的啫喱一樣 不知道大家覺得毛巴是中伏吃貴東西 還是餐廳都算頗有心思做些特色的點心呢? 歡迎留言告訴毛巴, 而今天分享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喜歡毛巴的分享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